先生 文佑才 你展示的就是刚才的导航 是吧 对 那算了 我们已经展示完了 来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十二盏灯全留下来了 我想我替大家问一问 因为我们刚才在讨论半天 你觉得你还有哪些上场的东西 尽量再告诉我们 我们看找一找岗位 你们没有活动执行的岗位吗 其实我也特别为你点赞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担心 就是我看到你之前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以体力为主的工作 那现在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风湿啊 这种就是问题嘛 那再接下来你还面试的是活动助理 可能就还会干一些搬运相关的呀 物料啊等等 那身体真的能吃得消吗 对呀 你放心 因为我在北京队 汽车试炼 可能大家都不了解一个运动员的素质 可能我练两个小时的 所有汗能堆这么高 一瓦汗 你就简单的体力的一些运动 没问题 像这样的一把折叠凳 你拿得起来吗 五个 拿起来走到那边能做吗 能五个 五个 对 你给我拿两把上来 拿两把凳子 感觉一下 可能大家都觉得你太脆弱了 慢点 我实在地讲 我如果拿五把椅子这样跑 来回跑的话 我觉得我都跑不下来 我想问妈妈一个问题 这很重 这一边三把特别重 对 妈妈 还愿意让儿子再继续从事体力相关的这种工作吗 可以的 因为他身体还可以的 我认为他行 陈维是这样的 我其实在 他不是那么交集的 对 他身体还行 陈维实际上这样 就是在上台之前 我是跟父母沟通过的 其实我当时跟你有同样的担忧 但是后面的话 其实一个是他有运动员的这样的 原来的一个身份 那第二个的话是说 其实他目前来讲 最实际的 他只能做体力 因为他如果是通过我们的文案 或者怎么样 这个并不适合他 来 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三盏刀子 来 写盘 其实很多像你这样情况的选手 说实话 你比他们要强很多很多 真的是 包括你的这种 这种欲望 求生欲 这种往上拼搏的这种劲儿 真的是特别令人勤勒 他们慢慢说 找不到工作这段时间 着急上火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 让那些动不动 去选择谢谢再见的人 要看看这一幕 对 真的是这样 好心酸 一个人为了能够获得工作 谢谢 因为我 因为我找不到工作 我妈 我妈 我爸 非有一天 不要找了 我该怎么办 你能想点好的吗 天天想 我妈还能活多长 其实 想点好的行不行 其实我想说一句 我真的好 谢谢马瑞 谢谢东哥 谢谢陈薇 就是你们把我们的希望留在了这儿 就我们心里我突然间觉得好感动 好心 好心 谢谢坏人变好了 谢谢 来来来马瑞 我给你的港呢 就是那个产品的后勤部的库房的打包发货 然后地址在 工作厅在北京 然后又哭了 一童年 不好意思 没事 首先我觉得想谢谢你的爸爸 我比你小两岁 对不起 对不起 稍等一下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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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不一样是我爸妈两次离婚 我叛个爸爸爸不要我是无双经验的长大的 所以呢我也很小一个人自己独立生存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是一个特别好的父母 因为我没有父母的 在我身边的长大 所以我特别的谢谢 谢谢 你的爸爸给了你生活和生存下来的机会 谢谢你的父母 第二件事情 我也特别愿意乐意来帮你 我也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好来段东请翻牌 587下快钩打车的市场专员 他的职责是什么 是每天跟司机打交道 去车贴 去帮助他们去 怎么去组织运货 我这个职位其实我本来今天是没有的 但是你刚才的表现让我想起我们企业创业 企业创业是个艰难的过程 就像你刚才一样 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我就是要奋斗 我就要活下来 要争取我的生存的能力 让我每一天能生活得更好 我希望你能到这个团队里边 能够有稳定的收入 能有快乐的工作 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团队一起成长 陈薇 李明 到现在其实我都特别心疼你 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欣赏你 所以我给你留港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 在每当下能够给到你的会晤活动执行港 它确实是一个做体力的工作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活动 杀龙和会议 所以我很愿意接纳你 但是我又很心疼你 那当下给到你的薪资是五千底薪 加会晤提成 来 考虑十秒 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去吧 有请段东成为谈前不上感情 谢谢 谢谢 你为什么把哭得稀里哗啦的玛瑞给灭了呀 我对 我对台下也是相当乐观 本来就是异乡企业 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保持理性也挺好的 虽然玛瑞一直想帮你 没关系 自由选择 这个价钱还要谈吗 薪酬 不用了 不用谈了 问一下爸爸妈妈一个问题 刚刚这么一轮下来 有人哭 有人心疼 有人触及了自己的往事 还有一些像五八同城一样 本来没这个岗位 但是呢 觉得从他身上看到了这些岗位的价值 你看出了什么 我看出来这些那个老板们真的很很有爱心 那个给我儿子一份工作 我在这儿呢也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从内心当中 从内心当中给我儿子一个自信 因为他这一段时间真的很难找工作 这回他能以他自己意愿吧去找 找到了 感谢大家 所以还是刚才那句话 其实靠感情或同情 支撑工作 支撑工作支撑不了太久 还是要靠价值 能呈现多少价值 这很重要 好吧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你想问谁 我想 我爸 就是 具体的就是 指挥 那具体的岗位 就是指挥车辆 提升我吗 具体的岗位是这样 就是我们 司机平台上司机呢 首先要去审核 他符合不符合要求 比如他有没有驾驶制造 身体健康不健康 有没有违规 就记录 审核完了以后呢 还需要去帮助他 看车辆符合安全要求 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还要去帮他去贴上车贴 保证这是在我们平台上运行的车贴 比方外边跑到快口打车的司机 是有他的标识在上面 还有这个就是帮助他们 出了问题以后呢 给他们提供支持说 你要找谁 来去引导他们解决问题 主要是这些工作 好 考虑10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美在当下 58同城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58同城 去吧